欢迎收看本节目 那么就很容易活起来 丁真就是一个鲜明的例子 最初丁真因为纯真朴素的笑脸 走红网络 一度成为了网友口中最美的田野男孩 一代星境顶流网红正式诞生 丁真也凭借自己的热度 为家乡拍摄宣传片 为当地的旅游事业 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他健康积极向上的倾向 也被看作是当代最正面的网红之一 但是如今这个时代 很红一个人容易 想要毁掉一个人更容易 很快 丁真的人社就开始翻车 很多关于他的负面消息不禁而走 首先是丁真当众吸烟的事情 要知道丁真如今的年龄并不大 而且他还是一个公众人物 在公众场合吸烟 可以说是产生了很不好的影响 给那些向他学习的年轻人 做了一个错误的示范 最重要的是 丁真和丁真方 对于他吸烟这件事 却很不以为意 认为这没什么 在回应中 丁真方称他吸的不是烟 只是电子烟 而且是因为他年龄 小队这些 充满了好奇而已 这样的回应 不仅引起了 网友们的不满 而且还遭到了 官方媒体的狠批 小孩子不是借口 公众人物在公众场合 吸烟就是恶趣味 对于丁真而言 不抽烟 不喝酒 不喝饮料 是他的标签 当众吸烟 是狠打脸的行为 另外官媒还说道 网红丽人 社不能天长地久 真正决定一个人 能够走多远的是他的综合素质 另外 王源也因为丁真 被官媒劈躺枪了 官媒在其中提到了 当时王源当众吸烟 然后在个人社交平台上 道歉的事件 不过丁真也不仅仅 只有吸烟这一件事 让他人设翻车 丁真还被爆出 开始卖书 而且售价非常高 某网站预售的丁真的世界售价 接近一百人 这让很多网友怀疑他 这是恶意圈钱的行为 最主要的是 预售中的丁真的世界这本书 没有任何的详细介绍 纸质材料和精装材料 这些都没有 这样就卖这么高的价格 实在是有点把网友当傻子了 不知道丁真方会对此事做出什么回应 所以现在的丁真真的应该停下来 好好思考一下 以后的路到底该怎么走 自己又该是什么样的定位 此前立下的人设一个个翻车 继续这样营销下去 只会招来更多的骂声 一个积极向上的公众人物 首先要做的应该是时刻 为公众做出好的表率 并且要时刻自律 用高要求规范自己在日常生活中的言行 而不是立着积极的人设 却当众做着恶趣味的事情 本文主笔 凯央广网点评 丁真西音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点击订阅收藏不迷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